继续还要来关心 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 目前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在南投立委补选过后 俨然已经在党内定于一尊 另外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已经说 将会用征召的方式来决定候选人 不过2024谁的胜选几率比较大 好这一回是有媒体人认为是赖清德 但是前立委郭正亮则认为不一定啊 好近来有一份民调就指出了 有80%的民众认为郭正亮 你的判断是比较正确的 好只有15%的民众认为 该位媒体人的判断是比较正确 好当然呢 其实在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 恐怕外界也很关心的就是 两岸论述的部分 民进党喊出的是和平宝台 现在也传出国民党要重新定义九二共识 不会再强调一中个表 而是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但有人质疑如此一来 没有模糊空间又惹了争议 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也立刻澄清了 他说党内至今没有相关的讨论跟论述 2024大选在即两岸论述备受关注 民进党喊出要和平保台 有媒体报道 国民党也传出正在讨论九二共识 不再强调一中个表 而是直接诉求九二共识 就是中华民国 想要避免异国争议 这个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绿营的人不断在抹黑 所以我想把它讲清楚 中华民国就是九二共识 免得让人家指指连点 让人家跟我们抹红 一中很清楚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始终坚持中华民国 希望对岸正视中华民国 存在的一个事实 而马前总统这趟帅团 出访大陆交流技组 难道就是重新定义 九二共识的好机会 现在兵凶战委 亚洲的乌克兰是大家的梦魇 需要有人去和缓 两岸的紧张的情势 马英九这次去 就代表说台湾多元的声音 希望能够跟大陆和平交流 但傻眼的是党主席竟然说 针对九二共识的新论述 根本还没讨论 就不知道是不是报道一出 怕去掉一中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让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趋于保守 但毕竟各党的两岸论迁动台海 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 如何包住台湾百姓的命 更是刻不容缓的考题 大家都知道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将要投入2024的总统大选 但是呢 他的妻子台北市联谊小儿科的医师 陈沛琪27号透露 柯文哲担任八年台北市长 他对政治是耳濡目染 最近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 让他很有感觉 曾经主动跟丈夫讨论 自己参选区域立委这件事情 好不过呢 柯文哲在昨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有澄清表示 这只是夫妻在聊天的时候 对一些政治议题的看法而已 他不会去选举的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跟立委费宏泰 两根因为党内立委初选 掀起了一波党内互打 好对于日前许巧新 向费宏泰喊话 如果他初选过了 就会全力支持费宏泰 来转战不分区 或是进入内阁 对于这个部分呢 费宏泰则是回应 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他建议许巧新 应该要去选总统 当了总统之后 就好好地关心人民的感受 不过呢 薛晓信他也立刻回应 总统必须要年满40岁 才有资格参加 希望大家知道 他还没有满40岁 我们在区域立委的选举啊 不可能双赢 只有一个人会出现 我们国民党要赢得 2024的大选 要谦卑 要站在人民角度上来看 我们还没有取得 总统的执政 就去分官 就是受决 我觉得太修好了 这个不太好 对我们要赢取啊 这个人民的支持啊 我是觉得不好 因为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呢 可以去 现在就去分权分钱 分位置 不好 这个建议啊 我们许晓晓晓 议员 是不是去选总统 当了总统以后 那好好关心 国家的人民的感受 其实我看到这个 我有点没吓到 因为呢 这个我还没有满40岁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 或是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选总统 要满40岁以上 才有资格能够参加 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是 谢谢费委员 对我的肯定 他一定是非常地支持我 那也觉得 我有相对应的能力 才会鼓励我去参选总统 可是很可惜的是 因为我现在目前 还没有满40岁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符合他的期待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周知 就是我还没有40岁 这件事情 难得他希望 有一些这种工坊 也是好事啊 因为我们本来 现在就在初选阶段嘛 那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那我个人是期望说 我们两边呢 团结共好 共同地打赢2024年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内阁里面 一定会需要借重 费红太委员的常财 不管是做部长 或者是说 如果未来有机会 进到不分区 我觉得这样子 都是很好的安排 也可以让我们 松山信义团结共好 一起共创双赢战力加倍 好 就在台湾朝野 为了以美反美 还要反战争论不休 甚至把对手 戴上亲中的红帽子之际 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 针对了反美议题 坦率地表示 比起反美主义 自己认为此刻看到的 更像是对美国的质疑 他说呢 我觉得发表反美言论 跟质疑美国 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我认为言论自由的 部分精神就是 保护怀疑论 好 因此呢 中国时报的社论 在今天就提到了 大家都知道 面对疑虑的最佳对策 就是公开民主的辩论 好 以美论正是如此 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堂堂正正的公开辩论 美国对台的政策 国防安全承诺 台湾自保战略等等 才是最好的选择啊 如果用不准怀疑 打压意义者的言论自由 那么台湾只会成为 世界耻笑的 反民主反面教材了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 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晕得